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希望各位未訂閱我的朋友可以按一按訂閱的鈕 按一下小鈴鐺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有看我的影片,又捧場 但還未按訂閱的鈕 希望各位可以拍硬檔,按一下訂閱的鈕 按一下小鈴鐺又不會收錢的 只不過是youtube會提示大家有影片 大家一起去研究馬仔 還有些廣告如果不太討厭的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一下我 就按一下去看看 或者一些廣告拍得不錯的可以了解一下 不說那麼多廢話 希望各位那天都贏多一點 跟大家研究10月9號的賽事 第一場的五班千二米 跟大家先說了神操 風仔,保持功夫,沒有試集 初出的,沒有試集 2號的喜賓藤,轉瘡 貝歷斯試過兩貨集 試集都快的 可以OK的,積極的 3號的爪王軍天 博輸了 今天換到莫雷拉 保持功夫 4號的劍追星 田探安是積極的 5號的紅磚勇士 保持功夫 6號的天王巨星 潘頓也是積極的 7號的獵狐章者 薛恩走去試集 都快的 但薛恩沒有騎 換了黎海榮 8號的快樂魔王 看看 寫漏了這隻 都是薛恩去試集 如果我沒有記錯 何宣堯 何宣堯 也積極的 何宣堯沒有騎 換了梁家俊 9號的神火金剛 保持功夫 10號的不忘初心 王浩南 也積極的 11號的印印腳 休息 12號的勁王子 蝕恩走去試過兩次集 如果沒有記錯 蝕恩走去試過兩次集 都是積極的 跟大家說了跑過的馬 有 跑過的馬 有 3號的爪王君天 4號的劍追星 5號紅磚勇士 6號的天王巨星 9號的 神火金剛 11號的 印印腳 這場馬 就講線路 一邊有 1 2 3 4 5 6 7隻的 另外一邊呢 就 兩隻 兩隻那邊呢 一隻 一隻有機會 一隻是放頭的 但是排了個檔很差的 但是這一場馬 我相信 都有兩隻 亡命快放馬 我想 都幾快的 看看 究竟 放不放得到 以他們的速度 應該都 應該會拉快到的 步速 所以 選擇的馬 都是守住好位 有爆炸力的 但是這一場馬 守住好位 真的有爆炸力的馬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叫做天王巨星 叫做 稍微符合一些 爪王軍隊 都不是很爆炸的馬 所以 放得來 後面可以追到的馬 又好像不太強 那 喜斌騰那些 沒得說 剛剛轉馬房 不知道這隻馬去到 十三少手上 會不會有突破性演出 那 新馬 不是 是這隻 那 其他真的追得厲害的馬 就厲害 王子交出水準都有點 很厲害 那 我想和大家看了 爪王軍天那條片 爪王軍天 其實我都介紹了 和大家說 我買過兩次 今季 兩次都是國能的 但是 今次找到莫雷拉 但是有一個數據 就嚇得你 騰騰鎮 莫雷拉 和霍利時上季的數據 是完全不行的 沒上過名字 3比0 好像我再查那個資料 如果沒有記錯 是 看看 是 好像是3比0 一會兒再查一查 變了 他都騎過這隻馬 還零零射射 上一場又行 下一場又行 就是他騎不得 真的挺恐怖的 但是 都不要理那麼多 都是看二馬論馬 有一場是有少少被人阻 但是這場 他輸給那些 不是五班馬 明月聲輝 全傳千里 這兩隻 根本就不是五班馬 全傳千里 剛剛下來的 明月聲輝 其實交出水準 都不是五班馬 那些衝勁 怎麼是五班馬呢 變了 頭馬那兩隻 其實都屬於有些班 可以看看這場賽事 那些爪王軍天 現在就在 第四位 那一場馬 其實他都不屬於很爆得的馬 現在就在第六位 黏著內蘭 國能哥哥 晉協精英 就在他的隔離 其實這場 這一段踩下去 都是有些快的 那隻 那隻 恆運大兄 那天是落飛的 那些爪王軍天 現在開始 國能哥哥發力 分疆 預備 那這裏 在後面 沒有位衝 那這裏 要扯回他出來 那邊夠大 那些動作夠大 但是這隻馬的反應 真的不是爆 那種 那隻進協精英 都能給他壓力 那我細心想 看完這場 一看 哇 他根本好像跟那些馬 沒有什麼威脅 但是再細心再看 雖然華吉祥五班賽事 你研究賽職 其實善傳千里上季 和劉晶大哥那些 在四班 喝彩那些 跑的嘛 都是在四班 有表現的 S走位都可以的 這次下來五班 明月聲輝 都是在五班 是一隻很惡的馬 這些後勁 發揮到 都是很出色的 其實這隻爪王軍天 雖然他那天跑過第三 但是 如果你計算 那兩隻馬 不是這個班的話 我相信 他都是有他可取之處的 唯一令人擔心的 就是 就是 抬到莫雷拉 究竟是 是和是福 就真的 沒有人說得定了 既然是這樣 就看看 那個 合作率 就是 我都 盡量去找回一些資料 給大家 那 莫雷拉 上季和霍利時 是一次第三 三次落底 就是0013 一次第三 三次落底 不是全都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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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所以 今天 就是 古惑調動 國能 這場 國能 騎回高柏生 今天高柏生 都比很多 國能 究竟是國能 沒有空 還是霍利時 找莫雷拉 沒有人知道答案 但是這隻馬 叫做一隻鑽倉馬 霍利時 那麼多馬 轉走了 這隻叫做鑽倉馬 看看會不會打一下新加坡 好像水箭龜 那些 其實他都是薄的 薄的 薄的 都是蜜斗 那種 今集出了一條片 那條邊 跟薑誠 打了棘 都可以 真的沒辦法 天都幫不了他 但是 選膽都是選他 都沒得說 希望他跑回上場水準 進來一直都沒問題 愛三號爪 王軍天做膽 接著是天王巨星 天王巨星 真的很恐怖 選蘇寶羅達 高帕生 不是 蘇寶羅達 霍利時 都很恐怖 其實他屬於是千二馬 上場跑一千 貴內初輸兩個馬位 看回他那場的對手 哈哈王旺 紅方進區 雷超那天很多人買了 引引腳 連續兩場 放回來 都是近 只有近 變成天王巨星 今次回到千二 再找潘頓去試貨集 真的很積極 蘇寶羅去試貨集 都不太多 看看他是不是要試貨合格 如果不是強制試貨 他這場的心意都很明顯 他不是試貨合格的 不是強制試貨集的 是他自己自願去試的 那就要了 沒辦法不要了 可以三膽可以六膽的 都可以這樣看的 喜歡蘇寶羅為六膽 覺得莫雷拉又三膽了 我自己就用他上場找王軍天輸給兩隻 不是真正正五班馬 這個因素做膽 我愛天王巨星做腳 另外 我自己就看這場馬 我有點怕那隻喜斌騰 有點怕那隻喜斌騰 但我覺得這場馬 真的可以快放的馬 只有引引腳 和紅磚勇士 貴初那場已經是殺星震天 這隻馬減分 減到過了 連輸了兩局 都第四 莫雷拉又輸了 鑽河澤瑤又輸了 莫雷拉那天就皮了雷昭 他又不是小優 他神粗 沒有事雜沒有性的 就是一直在量 他本身也有速度 也不需要怎麼做 有得他在回 但是今天就不幸運 撿了個好愛的愛當 我就看回他上場 如果沙田長直路放到回來 他又跟百里明驅那場 我就買百里明驅 搭引引腳 和明月聲輝那些 百里明驅後來跑了兩場之後 我一開始都以為是否選錯馬 最後都在泥地爆了幾十倍 爪王君天 再看回這場馬 這隻也可以 這隻也可以 引引腳又跑第四 越跑越好就OK 爪王君天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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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風也可以 賞心聲也可以 其實這些可以不可以 都不是一個好重點 看賽出都不是這樣看的 但是呢 就變成這隻 這隻引引腳 全程用百里明驅 用快的時間 在這兩隻 扯 扯到回來 最後才斷 輸給那隻 明月聲輝 沒得說 他一哄一聲 就已經贏了兩個幾馬位 他都是輸三個馬位 其實跟頭那兩隻 二三名的兩隻 都是輸多半個馬位 百里明驅再出都是很近的 再出輸了一場之後 泥地就爆了 我相信這場馬 如果只有他兩隻 就看看會不會 這兩隻 就是不要雙身雙黑 唯一不好的 就是兩隻都執外檔 所以都是小駐而情 那我就 兩隻都立了 就是我用三號的爪王君天做膽 拖一隻天王巨星去試襲 接著還用一隻紅磚勇士 如果順次序就用一隻引引腳 接著還用一隻紅磚勇士 紅磚勇士 他上場跑去千四 我也有選擇 他放了三段 然後輸到沒有雷公那麼遠 就是輸十二個馬位 但是你看看他其實 在沙田千二放回來 都是輸了兩個幾馬位 我覺得他上場這樣開一開起 然後縮短200 看看會不會有些偷襲的本錢 我這場的介紹 就是三號膽拖 六號的天王巨星 十一號的引引腳 小優一輪 接著還拖五號的紅磚勇士 就是我個人的心水 希望未訂閱我的朋友 可以按一下訂閱的鈕 按一下小鈕 有片提示大家一起看 如果覺得廣告不太討厭 希望可以按進去實質行動 支持一下我 去了解一下廣告 當作用行動去支持我這個頻道 先預祝大家那天可以贏馬 多謝各位 拜拜